真的是灵泉啊 太舒服了 恢复了就好 恢复了就好啊 如今重新开启这眼灵泉 定能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无双仙替弟子们 谢过圣主师尊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何厉害的震动 快看天上 天前辈又开始修炼了 诸位师弟 快随我结阵 这可是咱们仅剩的一口灵泉了 是 天地全皇 阴阳变幻 灵气天成 万物生息 福 还好我们反应及时 总算是保住了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金色祥云 莫非和叶前辈有关 这声音有些耳熟啊 似是金石之声 你别说 这剑加上混沌清廉的花纹后 变得好看多了 圣古的宝物就是不一般 每片花瓣上的纹路都不一样呢 等我扣完 就是联名款了 不对 这不是金石之声 是大道之音了 你是说 可以修补大道裂缝的大道之音 对 自从大道有损以后 我被修士只有经历过生死雷劫后 才能飞升 若是大道修补完好 我们无必飞升 便能领悟修炼真谛 师兄 我感应到了 方才想起的 好像是剑道之一 定是有一位绝世剑修 知晓了补权剑道大道的方法 就是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 论绝世 除了叶前辈还能有谁 没错 这种逆天之举 除了叶前辈 普天之下怕是没人能做到了 兵器流失 大道之音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怪不得这数十日来 方圆百里的灵气都凝聚到小池阵 原来是叶前辈 以天地灵气为影 尝试修补大道 助我等飞升 好啊 好啊 倘若叶前辈修补成功 那元剑师弟不用飞升 也能在人界成就剑道真意了 可叶前辈此举 无异于是在于千万年来的天道规则为敌啊 道行逆师 看似狂狈 实则是做常人不敢做 方能成常人不能成之事啊 这剑怎么回事啊 就差最后几笔了 突然懂什么 不是吧 金碎了 难道这花纹上承载了一部分混沌清廉的仙力 所以这把剑承受不住 算了 下次再搞个仙气试试吧 金色祥云消散了 灵气也回来了 修补天道果然没那么容易 修补天道 乃逆天之举 又怎会这么轻易就完成 叶前辈愿意尝试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错 叶前辈肯冒天道乏路之险 我等佩服啊 怎么都敢一起来了 几位是有什么事吗 很好 方才太玄圣帝的方向传出了大道之一 可是叶前辈又出手了 不错 叶前辈在尝试修补剑道缺损 只可惜未能成功 成功是早晚的事 不过下次叶前辈出手 一定记得喊我去观摩 我本以为 修补天道的秘语 只是个传说 没想到真的有人可以做到 各位可爱记得 叶前辈离开太玄那日 锁成的连台 小妹在一本古书中发现 那连台 乃是鸿蒙时代的混沌之气 集结所化 什么 此连台名为混沌青年 又将大道青年 数万年前 创世神为了封印万族妖魔 不得不牺牲自己 为了后人能将大道彻底修补 便在允诺前 将修补诸道的法门 记载在了那青年的花瓣上 和兄所修的长生之道 断兄所修的阴阳之道 和我修习的众生之道 如今这大道青年出现在夜前辈手上 真是人族的姓氏啊 你的意思是 夜前辈能将整个天道都修补起来 不错 就如同创世神再生一般 夜前辈 我们永远的神啊 诸位神奴 十万火急 有事说事 你当你是愤怒的小鸟啊 古华圣地与俞之伯的变法 输了呀 快将详情细细说来 有事说事 你当你是愤怒的小鸟啊 古华圣地与俞之伯的变法 输了呀 快将详情细细说来 你俞之伯的秀为当真构善 在圣地大政和八位老老的压制下 还在泰然自若的飞角火里 还记错了前辈师伯的道心 什么 前辈可是你我之中造译最高之人哪 怎么就道心破碎了 你屠驴临走时 还留下了两句话 小僧为送养我佛而来 以为接应周生归西 这哪是接应 分明是要把我们一波带走 何兄 事态紧急 快去请叶前辈啊 可叶前辈说过 若是没有遇到什么危机 就不要打扰他 你这老头 这是欺杀我也 冷静 冷静了 最西边的古华圣地已被击败 于智伯正在前往紫青圣地的路上 若是真让他一路变法连胜下来 民众们定会觉得我们道门衰落 从而转通佛门 这还不算危机吗 事任何修 万不可再犹豫了呀 好吧 不过叶前辈刚刚尝试修补大道 现在一定十分疲惫 我明日再去请他 好 我经理拖住那秃驴 何兄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怎么这样 不应该啊 我苦休数月 把混元食当饭吃 为何这化光一点进步也没有 难道是我的灵根品质太差了 看来得去太玄圣地检测一下了 可我上次离开时好像说过 无事不要再来打扰我 啊 何老 你赶紧找点事来打扰我一下呀 谁呀 弟子何长玄 求见叶前辈 我去 这帮修行老友读心术啊 啊 来了来了 何老今日怎么突然拜访啊 啊 有些小事 想叶先生帮忙 咱们坐下说 好好 一不留神 竟然又被叶前辈的书法 幻境之中了 无妨 只要我静心静气 幻境自然可不 静心中 叶前辈的修为 果然又精进了 这幻境都有实感了 何老 你一直盯着我这画作 是有什么指教吗 不敢不敢 您的画作堪称极品 其中蕴含的大道真意 更是愈发精脆了 是吗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水平 是停滞不前了 因为您已在顶峰 自然感受不到变化 行了 你不必安慰我 修炼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自己什么水平我知道 没想到咱家师祖 竟是个眷王啊 何老此番前来 所谓何事 啊 西末佛国有一高僧 来我中州变法 手段极其狠辣 我们几大宗门损失惨重 抵挡不住 所以想请叶前辈出山 守卫我中州到门 没想到修仙世界 还有变法 一说 幸亏我前世学的咋 读过不少相关名著 不敢说是佛学大师 但应付一个光头 应该不是问题 此事我印象了 如此轻易就答应了 幸福来得好突然 那叶前辈 咱们现在就出发如何 好 正好可以再去测测灵根 何兄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会是被拒之门外了吧 师祖他心细道门 自然不会弃我们于不顾 好 那他人呢 他去了藏经阁 想必是要去找几部佛法典籍查阅 前辈对变法之事如此看重 活灯也就放心了 对了 段老弟如何了 打个视频干嘛 好惨啊 哎呦 不认直视啊 老何 叶前辈答应了吗 我这把老骨头又撑不住了 段兄 认输吧 不用如此兢兢业业了 因为 你的夜来了 无量天尊 老夫终于解放了 我认输了 当我中周有一夜前辈 刀法无边 修为高深 你在他面前 就是蚪蚁 哦 他在何处 就在探学圣地 有本事的话 你就去和他变上一遍 你不必对我用激将法 我本次 就是要让中周到门 福寿称臣 你不必对我用激将法 我本次 就是要让中周到门 福寿称臣 找到了 这就是测灵根的水击球吧 让我来测上一测 你跑什么 过来吧你 注入一丝灵气试试看 有反应了 会是什么呢 怎么会是 好多端端的 突然打起雷来了 还有一股极致的压迫感 让人忍不住站立不已 这是 灵根化形 好强大的威亚 定是叶前辈知道那臭和尚要来 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 哎呀 没想到叶前辈的灵根竟然是上古神兽葬炉 怪不得能有如此神兔 我们赢定了 我们赢定了 那是 第二个上古神兽 朱雀 叶前辈竟然能同时显画两条领根 对 还没完 好 请我 秦林 竟然画修出了四肢 这 这怎么可能 师祖的修为果然是深不可测 哎呀 妈呀 我没来晚吧 叶前辈呢 喂 那你们画呢 都是礼礼我呀 别吵 我们在膜拜天空 天空有啥好看的 又不是三体人打过来了 这 这是 四肢画形 这也是叶前辈的手笔吗 除了他 你觉得还有谁能做到 紫气东出 绵延三万里 这番景象 想来是有高人出事啊 看来贫僧 要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出现了四种颜色啊 啊 难道我是 砸领的 不行 再试一次看看 复制吧 怎么碎了 叶前辈 你在吗 在的在的 你别动 我马上就来 不管了 就先藏在这里吧 怎么了 西木佛国的鱼智伯教导了 你应该过去了 华家 全叫鱼智伯啊 那我是不是应该原地改名 哪路头 无双姑娘 为何几位圣主谈到这位僧人 就十分惊恐的样子 他很厉害吗 是 据说他不仅极善变法 修为也十分高深 几位圣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夸张 看来我得小心应对了 实在不行的话 就直接进出悬黄塔 把他镇压了吗 对了 叶前辈 待会变法的内容 你可想好了 你们道门可有道德经这一点结 无双从未听说 那就好办了 接下来就看我表演吧 叶前辈怎么还没过来 放心吧 师祖向来算无一策 既然答应了出手 就一定会来的 大家小心 那和尚来了 世日已过 命亦随减 柔水少于 思有何乐 几位圣主 好久不见 于是不 你身为佛门中人 为何不在庙里送经 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们 诸位心里 应该很清楚才对啊 五百年前 中州道门世强凌弱 驱赶我家仙辈时 不也是如此吗 小僧不过是以杀指杀 为佛门平反罢了 好一个以杀指杀 那就让我们领教领教 接收吧 小僧不过是以杀指杀 疼死我了 我的老幼啊 刚刚在山门外 小僧得见上古四兽 同天而行 以你们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引发那等灰鸿气象 还是快将圣地中的高人请出来吧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玄之又玄 重要之门 短短十二次循环往复 竟表述了天地间 最核心的自然法则 还有他成作的连台 周深纯净之气弥漫 竟然比真经中记载的佛连 还要更胜一筹 是叶前辈 叶前辈来了 我们有救了 这位大师 叶某来迟 还请宽恕 神色平静 由内而外地透露着儒雅随和 对我竟然没有半分距离 看来刚刚引发异象的 就是他了 小僧鱼之伯 见过叶施主 参见叶前辈 诸位辛苦了 接下来 就把场子交给我吧 小僧鱼之伯 见过叶施主 参见叶前辈 诸位辛苦了 接下来 就把场子交给我吧 来人 给叶前辈安排上 哇 好专业的样子啊 大师请 是 善 诸位顶紧了 这可是绝无尽有大场面的 既然是变法 那我们就一问一答 各问五次 如何 没问题 师主是主家 就由你先问吧 好 大师既然是为了佛道之争而来 那么叶某人想问 何为佛 都是人者 自然为佛 我并不这么认为 师主有何之教 叶某认为 佛本无相 以众生为相 无误时 佛是众生 一念误时 众生皆是佛 众 众生皆佛 叶施主果然博学 这一轮小僧认输 客气 好啊 先前为常义拜的余志伯 竟然一上来就拜了 不愧是叶师祖 真是大快人心的 大师 该你出题了 师主第一问 既然是何为佛 那么小僧想问 何为道 混蛋 这个秃驴简直居心叵测 竟敢跟我们耍心眼子 什么心眼 我怎么没听明白 方才叶前辈说 众生为佛 余志伯才认输 那么这一问 最好的答案必定是 众生皆有道 可若真的这样回答 就等于是在模仿佛家的答案 那余志伯也一定会以此为借口 来证明道不如佛 没错 哎呀 看来这一局难了呀 大师 你这是在伺机报复叶某吗 不敢 若是施主有仪 平僧可以换一题 不必 说是你觉得此题能难到我 那你就突央出森口了 这道题 答案很简单 我 便是道 叶前辈这是在散发契运 契运与大道交织 竟然绽放出了道法经联 仅凭一句话 便能与大道产生共鸣 难道叶前辈除了是人间递者之外 还是道的化身 太过 万物皆有道 此人便身在万物中 只回答 简直天衣无缝 想不到施主 有如此大智慧 那么接下来 我更要上难度了 人生有八苦 我佛可使人超脱 那么道门有何法 佛门之法虽能使人超脱 但却要抛弃成员 斩断情思 绝非常人可学 我道门 则教导世人 既过常过 拿起放下 只需有心 亦可寻得正途 这 这个角度太刁钻了 笑死我了 那毒驴都快红温了 叶前辈永远的神 请问大师 佛家如何度双手燃血之人 放下毒刀 便可度 我有意义 若万千人屠佛 谁又能度万千人成佛 荒谬 谁敢屠佛 你不敢 不代表无人敢 讲此多理 那你反驳我呀 你 停 时间大 问答已过 与之国 你还有何话说 平僧 无话可说 佛修来世 重在因果 道修今生 重在缘分 二者并没有高下之分 大师输给我的不是佛法 而是心境 小僧不懂 也罢 那我就把话说透 你口口声声称佛法无边 度人度气 但心中却只有仇恨 只想踏平重轴 对吗 万万没想到 重轴居然出现了这般人物 这样的大能 根本就不该存在于世间 这话 咱们就来比比真功夫 还是太年轻了 这么简单就破防了 大胆妖伤 竟敢在叶前辈面前放肆 别慌 小场面罢了 大师 你的执念太深了 这连台在佛教中也属圣物 今日 就用它来净化你心中的执念吧 去 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大师 你现在清醒了 小僧已然清醒 多谢叶先生出手相救 我只有一本般若若波罗蜜心经 可用来净心 大师可愿收下 那 那不是传说中世尊留下的经文吗 连我心目佛国都未曾见过 什么 你以前被寒赌佛法 叶师主明明出山道门 为何能诵读如此高深佛经 而且他身上 为何还有世尊 叶师主明明出山道门 为何能诵读如此高深佛经 而且他身上 为何还有世尊的影子 难道说 他便是传说中的活佛转世 师父在上 几乎徒儿一拜 栗子愿痛感前飞 每日陪伴在您身边 练习兴佛 我不同意 你这秃驴还想连职带脑 叶前辈只能是我探权的 于大师 法不在物身 而在天地之间 我已将心法传你 你回西墨佛国 潜心钻研吧 善 弟子景听师父教诲 何老 变法结束 应该没什么需要我做的了吧 没有了 那就好 我再去藏书阁一趟 哦 哦 好 你在他们没发现之前 赶紧把水星球的碎片给收拾了 藏到哪儿 好呢 去楼上看看吧 这顶层怎么一本藏书也没有 只有这么一个柜子 不过也好 东西放在这里面 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这是什么书啊 名字看上去挺玄乎的 也不知道修炼起来厉不厉害 我去 有人把古迹禁制破开了 快禀告圣主 秘书重建天日了 何兄 叶前辈为何要放到那盒上 留在身边不是更好控制吗 是啊 而且还传给他一门无上心法 说是佛门 因此而绝起可怎么办 你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 我相信叶前辈 是啊 是啊 大家不要太担心了 我说老何呀 你以天下道门的名义 去探一下他的口风吗 也让我们几个安心一点 听你这意思 是不相信叶前辈了 不 不敢 我看你真是老糊涂 此次变法 叶前辈本就不用参与其中 是老夫厚着脸皮去求来的 现在叶前辈攻身入局 亲自指点中州大事 你们又在这说三道四 别忘了 没有叶前辈出手 你我此刻 恐怕早就接连作话了 何兄教训的事 是我等心思狭隘了 叶前辈心怀大意 我相信他定不会知道 梅雨危险当中 今日是老夫冒进了 回去定自罚闭关三月 哼 这还差不多 启禀圣主 大喜事啊 喜从何来 藏树阁封闭无上点击的禁制 被叶前辈解开了 什么 快带我去看看 又有一道红光 这已经是第七道了 不愧是师祖他老人家呀 行了行了 都散了 这里我守着 是 情况如何了 回圣主师兄 功法解禁的信号接力不断 估计整个顶层的密法 都要被叶前辈破开了 真是丢人呐 这一种事情 居然还要老叶前辈的打架 师兄 五百年前 你又不是没尝试过 还不是直接被禁制处伤 人差点都没了 我看到神仙了 老夫那是不小心 也罢 既然叶前辈解开了 我们只管享福就是了 等等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则兄啊 你又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他老人家为何传授心法 而且还放那个秃驴回去了 叶前辈现在将顶层的禁制 全部解开 咱们整个中左道门都会获益 实力必将大增 所以叶前辈是打算让我们用那个秃头练手 原来如此 这一招妙啊 不仅做足了面子工程 凸显了我们中周到门的大度 又为我们成长练手 做好了准备 你们几个总算是开窍了 这大旋圣地到底行不行啊 我都把这里面的功法秘笈翻了一遍了 实际上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层这么深 我还以为是好东西呢 真是浪费时间 叶前辈 顶层的秘笈 您都看完了 只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竟然没有一本适合我的 是吗 那真的好可惜啊 这老头怎么回事啊 感觉阴阳怪气的 师兄 楼上的秘笈不会真有问题吧 连叶前辈都修炼不了 笨蛋 这是托词 若是功法健全 你还学不会 叶前辈的脸面往哪发 哦 原来是这么理解的 师兄 楼上的秘笈不会真有问题吧 连叶前辈都修炼不了 混蛋 这是托词 若是功法健全 你还学不会 叶前辈的脸面往哪发 哦 原来是这么理解的 子弓修 等等我 驾阁脚步 前方就是秘笈出口了 哎呦 终于 终于套出来了 那些还原神没丢吧 放心 全在我的纳戒里呢 就是可惜了你的左手 说不是我实力不够 你赤眼魔元大战时 你也不会被他活生生撕下一条手臂 嗯 没关系 我虽丢了一臂 但在生死一线之际 老夫砍出了此生最完美 直接让我迈入了大成期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那咱们抓紧恢复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嗯 好 是这眼魔元的声音 我 竟然能冲出境地 躲不开了 我 还活着 少头 小羊插头 此二人插闯不归密境 一定由我处理 咱这两人已逃出不归 所以我不得不管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混回你的密境去 再敢出来 我就宰了你 二位无事吧 多些前辈关心 我们无事 你是南宫家的人 修为倒还算不错 敢问前辈是如何看出我的来历的 在我还未来这不归密境前 你祖师可是我的至交好友 竟然是祖师辈的人物 不知前辈真姓大名 西门雷虎 您是西门家的前任家主 南宫老弟 这位老者来头很大吗 西门家乃是四大古族之首 是中州大帝的定型丸 一旦中州 一旦中州陷入生死存亡之际 四大家族的组长便会联手使出秘术 献祭自己 拯救苍生 乖献祭 我还以为那就是个传说呢 没想到是真的 不说这个了 你们到底在秘境里拿了什么东西 竟然引得魔源追逐至此 晚辈只是拿了秘境里的一些混原石 混原石 真是好大的胆子 乖把石头揪出来 前辈 你经里的东西本就无主 我等凭本事获得 为何要叫 是啊前辈 我们取此时 确实有用 还望您能通融通融 你们两个小辈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粿 什么意思 五年前 原本坐镇此处的古树神突然消失 五归秘境凌厉暴动 怪物肆虐 老夫消耗半身修为 才用混原石镇压住他们 若是你们拿走混原石 这秘境怕是坚持不了几日 便会崩塌 这灯罪责 你担得起吗 这 话说 你们到底要用混原石何用 是一位高人托我们来此 找混原石给他修炼 修炼 简直荒唐 混原石乃天地奇物 修士根本无法驾驭 大老息怒 你说你真是实话 谁在这里胡言乱语 那就别怪老夫动促了 死东修 怎么办 既然已经答应了叶前辈 老夫就算凭上这条命 也要把混原石带回去 叶前辈 他就是你们口中用混原石修炼之人 没错 恨在同为四大谷族的份上 老夫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带我去见他 是 又是开始阴谋的一天 好不容易长出的灵根 却是个乱七八糟的砸灵根 我的命好苦啊 说尽只有书画能安抚我幼小的心灵了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哎呀 果然忧郁是艺术的源泉呢 那位高人就在这小镇上 没错 此处虽然偏远 此处虽然偏远 但却冲去 这位高人就在这小镇上 这极其精粹的道则真意 的确是个清修的好地方 这老家伙还不知道 这些都是夜间被放出来的呢 还是阅历不够啊 这里曾经有人修补过大道 修补大道 您确定吗 错不了 半个月前 陶夫感应到混沌之气发生了暴动 仔细查探后 发现竟是有人在用它修补大道 我本想顺着混沌之气 找出那人的踪迹 可惜没能如愿 这里残存的混沌之气 和当时一模一样 我绝不会搞错的 好熟悉的剧情 看来准是夜前辈没跑了 请问前辈 为何要找出这修补大道之人 当然是想邀请让他加入我们四大谷族 担起危难救世的职责 无必劳烦 夜前辈早已投身在救世救命的行列中了 什么 你说这修补大道的高人 就是那位夜先生 是的 他一向指责我们所不能做之事 给大道查阙补漏 除了他 晚辈再也想不出第二人 那还等什么 快带老夫去见他 你们怎么又来了 大 大妖 还治两只 周身妖气四溢 竟已快到了妖地境 为了小镇上村民的安全 今日老夫就是活出命 也要解决了他们 夜前辈冷静啊 你们夜前辈养的宠物 不会害人的 拿嘴妖地当宠物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喂 问你们话呢 又来小吃争干嘛 黑黄大人 我们是来送混原石的呀 当真是混原石 拿过来让我闻闻 算你们有心 进去吧 多谢 等一下 这个老夫有点面生啊 老夫的确是第一次来 见面礼带了吗 混原石最好 没有的话 其他奇珍异宝也可以 好生世俗 你家主人 竟是如此的品性吗 西门前辈 注意你的措辞 可不该如此偷铁呀 我家主人并非是世俗之人 反而乐善好施 反面见者 无不收获一份无上机缘 白痴白拿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今天着急出门 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礼物 何否改日补上 不行 见我家主人 必须先随礼 狗掌人事的家伙 那个 黑黄啊 西门前辈 其实是带了见面礼带 我和司徒兄寻找混原石时 是西门前辈 帮我们赶走了凶恶的妖兽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安全地站在这里 所以这份厚礼 西门前辈也有一份 行吧 我就信你一次 等我来吧 叶前辈 南宫玄机前来拜访 又来下棋吗 司徒先生也在啊 是 许久未见 特来拜访 你这胳膊是 遇到了个难缠的妖兽 就这样了 虽然很惋惜 但不得不说 你现在很有大侠气质呢 要是再配个大雕就好了 什么大雕 吴侍 我就是说了你也get不到啊 这位是 晚辈西门雷虎 见过叶前辈 老先生快快醒起 初次见面 何必行此大礼 哦 情为天人的容貌 哲仙般的儒雅气质 还有这围绕左右的道则真义 浓郁的近乎就是道则本源 果然是位深不可测的强者 哎 又是这种痴迷的眼神 这群修千佬真是让人没办法 三位里面请吧 我去给你们倒茶 西门先生 请 茶香逼人 这水不一般哪 这 这是顶级舞蹈业呀 入口清凉 宛如夏日的清泉 让人忍不住遨游其中 还有这浓郁的道则真义 一口下去 瞬间游走在全身 苏松麻麻 好不快活 入口清凉 宛如夏日的清泉 让人忍不住遨游其中 还有这浓郁的道则真义 一口下去 瞬间游走在全身 苏松麻麻 好不快活 这样的生物竟然被用来招待客人 夜前辈果真是大手笔呀 不知三位今日前来 所谓何事啊 先前我们贸然向您求资 实在打扰 今日特来致歉 这是我们从大秘境中寻到的一千块魂元石 还请前辈笑纳 上次黑黄带回来了几百块就揭发了我体内的灵根 这一千块魂元石一定能助我成就助击了 多谢二位 那叶某就收下了 好淡定的反应啊 夜前辈天人之子 区区几块魂元石在他眼里的确算不得什么 二位能寻到这么多 肯定费了不少功夫吧 不过是被那吃眼魔元断去一臂而已 对于老夫而言 持去左臂后反而能更加精准地控制右臂挥剑的力度 不错 我从只能这道两尺长的伤口 也能时刻提醒老夫运供施法时的分寸 我去 送个礼而言 他们也太拼了吧 笑 太笑了呀 二位辛苦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最近创作了不少字画 你们各挑一些吧 多谢前辈 那晚辈这次想要一幅飞剑主题的 没问题 你不是练剑的吗 有飞剑的做什么 前辈上次给的那幅书法中 蕴含的是比大道剑义还要磅礴的本元剑义 依我现在的修为 不要说参舞 就是看上一眼 都有着莫大的生死危机呀 哦 哦 原来如此 菜就多练吧 那南宫先生想要什么呢 您知道的 我就是一旗帜 若是您能再指点一番我的旗艺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 这个简单 满足你 哦 西门前辈呢 呃 我也有 没错 既然来了 也算缘分一场 自是有你的一份 嘿嘿 这个老头的气质 看起来比南宫和司徒还要抽象 说不定能保充更厉害的装备 那到时 我就是骑士皇摸电门 赢麻了 嘿嘿 无必了 叶前辈 老夫此次前来 就是想要一睹您的尊荣 别的不敢奢求 啊 这马屁拍的 太有水平了 别说了 今天我的作品 你拿定了 你们再次等着 我去去便来 不愧是西门前辈啊 后一个以退为警 连叶前辈都被拿捏了 西门 你怎么会在这儿 谁叫老夫 嘿嘿 才几年未见 你就不记得本作了 郭树神 您不是已经飞升了吗 飞升谈何容易 总使我画出十万根不记痕对抗天雷 可是依旧无法承受最后一道毁灭天界 那您又为何会出现在此处 本作有幸化为一间雷击墓被主人捡到 又受到主人的惊心照顾 才得以重生 您打算何时回不归秘境 本作伤势很重 福天之下没有比这儿更好的疗伤圣地了 是因为叶前辈在这儿吗 没错 以您的见解 这叶前辈到底是何等境界的人物 看不透 完全看不透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主人是自行将自己封印后再次清修的 若是主人解开封印 那定是令诸天颤抖的存在 诸天颤抖 这么夸张的吗 原来如此 多谢前辈解惑 嘿嘿 三位久等了 来 这幅是司徒先生的 另一幅是西门先生的 不打开看看吗 直到叶前辈的修为后 这话真是不敢打开呀 司徒 你先来吧 好 好吧 好刺眼的光芒 又是这熟悉的环境 沉州策畔 千帆过 叶术前头 刮目春 什么 叶前辈要交给我的竟然是 新生之道 原来我的牺牲 叶前辈都看在眼里 当正是用心良苦 我这幅书法怎么样啊 司徒劳 妙极了 病输过后 定会迎来新的春天 我相信 老夫眼下困忧的境界 也一定会传到巧徒自然职的 没错 经历过生死磨难以后 修为定能更上一层 嗯 西门前辈 快看看你的吧 好 风急天高 元孝哀 朱青沙白 鸟飞回 无边落幕 萧萧下 不进长江 闻滚来 好一幅别开生面的异象啊 这两句诗 描绘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象 一念为生 转念为木 一念可断生死啊 难道叶前辈这是在警醒老夫 即便修为纵横古尽 但在叶前辈身后所代表的天道面前 仍只是天地一浮游 还要努力修炼 才能担得起解救苍生的责任 我误了呀 多谢叶先生 亏赠如此厚礼 哎呀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这群修仙佬 还是这么好糊弄 童天造化 对叶前辈而言就只是举手之劳 这就是大佬的境界呀 叶前辈 王后您若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我西门古族甘愿成为您手中的棋子 西门古族 好熟悉的名字 不 不会是那个只存在于藏书中的四大守护古族之一 西门家吧 竟然被这老灯强先毙了中心 咱们也不能落下 叶前辈 我南宫玄机和泰拳圣地愿为您赴汤蹈火 我司徒正平和万剑宗月位宁俏全马之劳 咱们一个个的都来这套 我的我的 三位的好意叶某心领了 但不妨就止步于此吧 哦 这是何意 在叶某看来 三位各掌一方势力 深吸一宗荣耀 与千百人的性命 绝不可轻易交出承诺 今后来此 我们就只谈艺术 不谈别事 望各位 耗子为之 是 我等仅尊业前辈口语 哦 终于是拦住了 不然前三个这么大的人情 我岂不是要画画到昏厥啊 南功老 咱们现在就开始探讨奇异 如何 求之不得呀 请吧 那我就献丑了 咱们还是退后些 免得被余微剥解 说得在理 叶前辈见笑了 四至十五 四四 三至十七 凌莎勿急 催逼易景 南功老 你折向了呀 其道意识为人之道 修行之道 有人拿了黑子 争得先手 步步紧逼 打得对方毫无喘息之急 却没想到 对方早已悄悄铺开了局势 谋定而厚动 不管是韬光养晦 亦或是徐徐途之 皆为因应之有道 皆是齐之大道 啊 是齐魂之力 原来 叶前辈是要送我一份大机缘呢 南功老弟这是要开雾了吧 不错 不出意外的话 等他从队伍中醒来便可成功破镜了 说话间已经到饭点了 阿瑞不嫌弃的话就留下一桶用饭如何 呃 这是晚辈的荣幸 很好 嘿嘿嘿嘿 这下吃不完的黑虎肉终于有办法了 走走走 随我一同进屋拿家伙 是 行了 这枝枯终于突破了 仅仅只是吸收一丝其魂之力 便能有如此收获 若是回去再闭关领会一番 说不定 非生都有可能啊 哈哈哈哈 喂 南功兄 别愣着了 赶紧来打网球 来了 看你这周神气息 已经迈入大城了 没错 多亏了叶前辈的指导啊 嘿嘿 什么指导不知道的啊 南功老 你就是把技巧看得太重 才会进步如此之慢 到现在还走不出小学立体 叶前辈教训的是 行了 赶紧吃饭吧 这食材不简单啊 要不你先尝尝 好生狂暴的血气与精气 这黑虎生前 必定是妖尊级别的大妖了 叶前辈 这东西我们真的能吃吗 当然能啊 鎮上其他人 我没听错吧 邀尊的肉也是普通百姓可以吃的 不可能啊 不要说肉体烦太的烦人 就是洞穴进一家的修饰 恐怕都无腹消瘦啊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小车镇上的人整日浸泡在叶前辈的盗蕴中 已经全部迈入了大城之上啊 虽然离谱 不 但这是最合理的可能了 那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门工老弟 再就多练吧 这几个老头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叶前辈 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这血铃鸯太上头了 咱几杯雪铃酿就变成这样了 我看见星星了 这群修仙者真是酒弱啊 我们的修为实在是无法同时消化这两样大补植物 叶前辈 南工老弟已经不行了 我得送他回去了 行啊 那你们陆畅小心 多谢叶前辈管带 西蒙老哥 我怎么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我也是 好像有几十双眼睛正在盯着我们啊 南工合成这副样子 也动用不了飞行之助 还是快些走出这里找个传送法阵吧 我看行 小心些 莫要惊动这阵上的人 你们几个 什么东西 给我站住 没有 在大街上还敢跑这么快 是不是看到人家的美貌 想要争夺我呀 大街 你误会了 你个糟老头子 叫谁大街呢 快走 这是叶前辈的地盘 不宜声势 明白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天怎么黑了 完了 把南工老弟给忘了 他吐出的是 消化不了的黑虎精气 没错 若精气一直凝结在胸中 定会灼伤内服的 这妇人竟然一拳就打了出来 救 救我 南工老弟 这位大美女 既然能一拳将你的真气打顺 多挨两拳也是有力无害 你再坚持坚持 幸亏房才没有出手 这位彪汉妇人的修为 恐怕与我不相上下 这样的大佬 为何要隐藏修为 甘愿半成香叶妇人 在这小镇上席居呢 应该是为了报恩 叶前辈隐居在此 情更不措地教化世人 小池镇的居民们 才得以逆天改命 所以他们不愿飞生 只想继续留在这里 以平民的身份 追随叶前辈左右 哦 当真是一段感人的佳话 滚吧 逃走人 莫要再惦记他人美色 是是是 我们吹到了 谁在此处闹事 快跑 怎么又来了一个 给我站住 啊 北斗成器 运化阴阳 甘旋八方 四气朝阳 天地相交 万物生化 有始有终 运转百里 哦 这批混元石的品质真好 感觉自己的修为又增加了一点点呢 虽然只是个杂领盾 但我坚信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等我的修为到达金丹季 我便可以遇见飞行 像大侠一样 游戏人生啊 叶先生在家呢 嗯 谁啊 是我们呀叶先生 你想不起来了吗 哈哈 赵匡毅 李淳风 没错 青春期的小孩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叶先生的茶还是如此香醇 怎么只有你们俩 其他人呢 他们都被选去抽茶课业了 原来如此 如今你们已经上山修行一年了 可有到达练器啊 什么练器 我们早就注击了 注击 没错 修仙天才的修炼速度就是这么快 够了真的够了 我一个老师竟然还比不过学生 师祖们说了 这都是受了您的熏堂 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您 哈哈哈哈 感觉他骂得好脏 哈哈哈 感觉他骂得好脏 感谢观看